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听我老宋看大三 现在有个词叫什么,仇富 这个词是用给谁的,专门用给我们这些所谓的穷人 没什么钱的人,对不对 我们所谓这些平常人或者穷人 不能去谈论有钱人,不管你谈论的错与对 只要你敢谈论,当然你夸他行 当然你稍微稍微贬低他一点,或者对他们有不当的言论 你就会被定性为这个词,仇富 你就仇富,富人对你不屑一顾 你就仇富,看我有钱罢了 甚至来说,一些穷人,一些我们的普通人都会说 哎呀,你就是仇富,你就不知道什么的 也是一个说理 所以造成现在什么呢 我们不能去谈论有钱人的问题 他们就是高贵人,就得夸他们 你要说一点不好,你就会被带上仇富的标签 是不是?甚至有人说了,你仇的是什么呢? 你到底是仇的别人的钱呢? 还是仇的你自己的无能呢? 其实反过来就说了,哪点都不对,你仇人钱也不对 是,变相来说,就是你无能 你没有能,那先不及若恨呗 就是这样的 但是,事实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多,那当然有极个别的是仇富人 就是,你还只要你有钱我就仇富你 但是,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 大部分仇的是什么?仇的是你的钱怎么来的 仇的是那些靠强占,靠背景,看贪污腐败,靠自甲犯甲的 这些富人 你们的钱,来的,不干净 对啊?很多人仇视的是这些人,是这些有钱人 我们是老实霸交的人,不会你们那套 所以我们不会自家翻家,我们不会贪污腐败 我们没有背景,我们没有强占 是不是?我们,你也可以说我们是嫉妒 但你要把这个也规矩为嫉妒,那我就觉得,不能什么,那爽吧,那我们就,就是仇了 就是这个样子 仇视的是这些人 现在有什么说法?现在你不能说的,啊,有钱就有理了吗?啊,不管你钱怎么来的 啊,只要我有了钱 啊,就,就可以了,我就可以高高在上了 什么,一些话,笑贫不笑娼,这都叫什么话呢? 皮,啊,我,我,我穷被人笑话 啊,仗不被人笑话 这都是什么世界观呢?啊,包括一些有钱人都 说一句话叫什么 啊,大,所有的,不是说所有的 大部分有钱人的第一桶金都是灰色的 本来应该是个贬义词,现在反而变成包义词了 什么叫灰色呢? 说不好听的,就不是纯净的呗 啊,说黑的,他们不敢 只能说,边地带,我们是灰色的 说不白不黑 我们不是白色的,但我们也绝对不是黑色的 怎么说灰色的,灰色的就干净吗? 对吧,你这句话 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本身就是让我们这些平常人仇事的一句话 还有的人说怎么 啊,你要是踏踏踏踏踏踏跃 你就不可能成为有钱人 那就是这个社会病了 这个社会就应该是 你靠双手靠努力 可以成为 有钱人 可以跨越阶层的 对不对 你不能说管靠外面邪道 才能成为有钱人 那这个道理就是 这个就是说 歪理变成了 那个名言 治理名言 哪能这样啊 对不对 那样我就认为是这个社会病了 所以说 大家仇的是 大家是仇的是这些人 难道这些人不该仇视吗 这些人不该恨吗 这些人不该 受到某种惩罚吗 当然所以说 某些这些样的人 有钱人夫人被惩罚了之后 老百姓拍手惩快 好 有些人说 大家损人不给白开心 不是的 我们希望 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这个社会变得干净了 每一份钱都是干净的 对吧 说这些仇视 我相信 大部分人 是什么 如果你是通过 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奋斗 自己踏实的双手 去 挣钱了 去有钱了 我现在这样的人 不会被人仇视 我们平常也不会仇视他 我们只是羡慕他 而且他们还会成为我们的榜样 为什么 因为 有了他们 我们才有了目标啊 我们才知道 你看看 一个平常人 人家踏踏实实做事 努力干活 人家最后 有钱了 成为了上了一个阶层 你看 这就是目标吧 我们这些平常人 我们如果这么去做 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 那不好吗 所以 我们也有目标了 我们也要去努力了 我们也怎么样了 他就是我们奋斗 他们就是榜样 有他们在 说不好听 我们可以看到明灯 那这样的人 谁会仇视他呀 所以说 有人说了 说仇富的人 仇的 还是 是别人的钱 还是自己的无能 这句话本身就是 扭论 当然 有极少数人会这样的啊 我还说了 极少数人 但我认为大部分 老百姓 大部分泪出国 这种求人 都不是这样的 我们仇的 仇视的 不是冰的钱 也不是冰的无能 我们仇视的 是你们的这些不干净 我们需要的 我们希望的是 这个社会 不那么病态 正义一些 是不是 好了 今天老宋是聊到这 谢谢朋友们 看老宋视频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拜拜